大家好,欢迎来到会生活频道 昨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植物的耐寒区和无双期 相信很多朋友其实早就已经了解了 那么今天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对种菜计划非常有影响 但是却几乎没有人提及的课题 它就是植物热区地图 它是在1990年美国园艺协会AHS 针对植物耐寒区制作的对称报告 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青菜萝卜类蔬菜 在气温长期超过30度以上就会生长不良或抽台 那这个热区地图就以30度为基准 统计了各个地区每年平均超过30度的总天数 所以之前有人说我们的耐寒区都是相同的 比如加拿大的温哥华和美国南部的乔治亚州举例 两者都是耐寒区第八区 它们种菜种类的时间都相同吗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如果您通过植物热区的地图查看 温哥华每年超过30度的日子平均不超过7天 而美国南部乔治亚州每年平均超过30度的日子 至少有4个月 这就是为什么温哥华6月还可以种上海青 所以如果单纯从植物耐寒区的角度出发 同样南北两个城市都是耐寒区第八区 它们双期结束最后时间都在3月底 在北部比如像温哥华这样的城市 低温的天气会一直延续两三个月才会进入夏天 而在南部耐寒区第八区的城市 会从无双期瞬间进入炎热的天气 用通俗的话来说 这个地区的春天太短了 所以就无法在双期结束之后 播种那些生长周期比较长的萝卜青菜 那么有朋友说 那我这里炎热的天气比较长 如何播种生长周期较长又怕抽台的蔬菜呢 有的朋友又会说 我这里气候是最好的 冬天不冷 夏天不热 温度适中 可以种所有各种类型的蔬菜水果 其实世间没有一件事是完美的 种菜也是如此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可以种榴莲并结出丰硕果实的地区 一定种不了生长周期较长的生菜和萝卜 因为它要求该地区夜间最低温度不能低于22度 反之这些生菜萝卜只要白天气温长期超过25度 马上就会抽台或生长不良 所以结合这两天我分享给大家的植物耐寒区 和植物的耐热区 尽早合理安排您的种植计划才是最关键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您的种菜有帮助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